花蓮市第一屆市长杯歌唱大赛 是在公正街的美琪广场盛大举行 全场将近50位参赛者轮番标唱 只为了要争夺歌王歌后的宝座 市长魏佳燕还有先用魏佳贤特别到场 为参赛者交打去 选手们拿起麦克风 站上舞台自信地唱出个人准备歌曲 台下则是有专业评审 拿起纸笔不停记录 要选出最后的优胜选手 花蓮市第一屆市长杯歌唱大赛 14号下午在公正街美琪广场盛大举行 全场将近50位参赛者轮番标唱 只为晋升歌王歌后宝座 争取参加复赛及决赛的入场门票 有很多参赛者从疫情之前就一直叫 就是请我们办歌唱比赛 那好不容易有机会去拜访市长的时候 我跟市长谈到这个事情 那市长听完我的口述之后 他一口就答应了 所以说这一次我要非常感谢市长的这种大力的支持 玉手手快智人口的歌曲接连演出 而市长魏佳燕和县员魏佳贤也专程到场 为参赛者交打气 那今天的选手非常的众多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选手老中青都有 那有的是唱台语歌 有的是唱国语歌 甚至很多快智人口的歌都有 那其实非常的开心 那刚刚在前面的出赛 也听了几位选手都非常的棒 那我相信花莲歌唱的人才非常的多 未来我会持续的来推广我们歌唱的这个活动 那也希望大家未来都能踊跃的来报名 那我们会要求花莲县政府 也加强办理各项的一个歌唱活动 跟娱乐性的一个比赛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 继续生活下去有更多的休闲娱乐 歌唱大赛的赛制分为社会组及50岁以上长青组 各组出赛将分别选拔15个人进入复赛 复赛者会取其中12人进入决赛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在21号下午 可以前往公正街美琪广场一起来参加 记得许丽琴华联士报道